大家好 欢迎收看娱乐明星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第20条是今年春节当中一部被低估的佳作 尽管在票房上未能与热拉滚烫和飞驰人生二抗衡 但它却凭借其深度和尖锐的社会洞见 成功引起了观众的心灵共振 影片中的细节处理堪称一绝 每一个画面 每一个动作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让人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荧幕上的影像 更是背后的情感与寓意 例如 少年韩雨晨在面对校园霸凌时的无奈与退缩 让人看到了现实世界中许多人在面对不公实的真实写照 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的迷茫与挣扎 让人心疼不已 而当他在父母的争吵声中逐渐选择妥协 更是让人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与无情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张贵生女儿的悲剧 他为了父亲的公平与正义不懈努力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当他在车祸现场抱着沾满血迹的头盔痛哭时 观众仿佛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绝望与无助 这一幕不仅是对社会不公的控诉 更是对人性的深刻反思 第二十条最令人震撼的无疑是郝秀平的故事线 赵丽颖的出色演绎让这个角色成为了影片的灵魂所在 郝秀平是一个聋哑人 与丈夫王永强和孩子生活在一起 由于孩子生病欠下了巨额债务 王永强被破戒了村中恶霸刘文精的高利贷 当还款期限到来时 王永强无法偿还债务 刘文精便开始了对郝秀平一家的霸凌 刘文精趁王永强不在世 侵犯了郝秀平 由于他的聋哑身份 他无法呼救也无法抵抗 这使得他的遭遇更加悲惨 侵犯发生后 刘文精为了平息事情 要求王永强签下离婚协议 将郝秀平交给他一抵债 王永强虽然愤怒和屈辱 但最终拒绝了这一要求 刘文精的威胁和恐吓 让王永强感到无助和恐惧 当刘文精撕碎离婚协议并侮辱王永强时 他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此时 郝秀平走出房间 他的模样令人触目惊喜 衣衫不整 几乎裸露了半个身子 脸上是腥红的印记和凌乱的头发 这些细节都展现了 他在床上极力抵抗的无助和绝望 看到妻子受辱的模样 王永强再也无法忍受 冲动战胜了理智 他与刘文精发生了激烈的缠斗 并最终在恐惧的驱使下 拿起剪刀刺向了刘文精 这一行为虽然让王永强 面临了法律制裁的风险 但作为观众 人们无法不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考虑 郝秀平的遭遇不仅揭示了 社会的不公和恶势力的横行 更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 他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一员 在面对霸凌和侵犯时无法保护自己 甚至无法得到公正的待遇 而他的坚韧和不屈 则成为了影片中最令人感动的部分 细节方面 影片对郝秀平的刻画非常细腻 从他的聋哑身份到他的表情和动作 都让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 他内心的崩溃和挣扎 特别是他走出房门时的模样 以及之后的手势和表情 都让人无法忘记 他在床上极力抵抗的无助和绝望 这些细节的处理 不仅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 更让观众对角色的遭遇 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几部电影疑似 因票房成绩不理想 宣布延后上映 留下来几乎都实现了 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 面对热拉滚烫飞驰人生二两部热血高燃的喜剧影片 张艺谋不甘示弱 拿出第二十条 法制家喜剧 这类题材似乎并不适合春节档 但张艺谋就是来打破春节档题材天花板的 用校园霸凌 建议勇为 正当房内三件难事 展现了情与法的困境 用情喜剧的方式治愈疼痛 温暖又有力量 而且片中演员们的精彩表现 让影片的喜剧效果与悲剧元素的融合更加自然 观众又哭又笑 玛丽 雷佳音 高叶等演员 一个比一个会演 不过 最让观众感到惊喜的 却是她 颠覆形象 赵丽颖表演全是惊喜 第二十条中的好演员太多了 但赵丽颖是影片的核心 说实话 影片上映之前 网上关于赵丽颖演技的营销片段铺天盖地 大多数观众对她的表演早就失去了新鲜感 但事实证明 赵丽颖总能带给观众新的惊喜 片中的好秀平是一个坚韧勇敢 不像命运妥协的人 正是这样 赵丽颖的表演始终带着一股劲儿 把受尽欺凌的母亲演艺得初神入化 当好秀平被村众恶霸逼着签字 她眼神闪动 一步步退后 浑身上下的每一个表情动作都表达着自己的不情愿 而意识到女儿涓涓失踪后 好秀平瞬间慌了 眼泪刷得落下 情绪彻底爆发 上前笔画出手语 她是我的命 没有她我也不活了 她用尽力气发出啊的声音 是质问 是愤怒 更多的是绝望 没有一句台词 观众却能切身感受到角色的无助 尤其是遭到恶霸侵犯的好秀平从屋里出来时 衣衫不掌 被打得满脸是血 一边痛哭一边看向自己被当成狗的丈夫 笔画着以后可怎么办 我想去死 那种无声的痛哭震笼发聩 观众隔着屏幕都非常痛心 答 赵丽颖的爆发还在后面 好秀平站在工地天台上 打算用自己的死欢女儿和丈夫的命 这使得她全是恨意 恨村里恶霸的罪行 恨法律的无情 恨自己的无能 她不断用手诉说着委屈 只想用死来结束这一切 而听到韩明说丈夫可以提早出狱 她眼中燃起了希望 好秀平泪流满面 朝对方伸出手 传递出来的情感 是终于有人可以拉自己一把走出深渊的解脱 那种信任极具震撼 可在好秀平短暂清醒后忽然明白 那些希望只是安慰的话 只有自己死了 丈夫和女儿才能活下来 她的表情不再争鸣 冷静地用手语比划完最后几句话 眼中含泪 带着必死的决心 毫不犹豫纵身一跃 从恨到重燃希望 再到冷静的绝望 好秀平用死话来重视 何尝不是一种勇敢 赵丽颖的表演赋予了角色灵魂 带来的震撼力厚尽十足 钻研剧本 赵丽颖为角色天才 第20条的最初设定中 好秀平并不是聋哑人 赵丽颖看过剧本后 觉得好秀平如果是聋哑人 影片效果可能更好 导演张艺谋考虑过后 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便将好秀平改成了聋哑人 但没有台词 仅靠表情和肢体动作传递情绪 对任何演员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 赵丽颖的提议 无非是为自己的表演上的难度 但赵丽颖的角色完成度 超乎所有人的意料 电影开机之前 赵丽颖提前走到 听障家庭中观察 学习他们的生活状态 张艺谋在发布会现场说 这是第一次和赵丽颖合作 但她给自己很大的惊喜 这一切都源于赵丽颖 完完全全地带入角色 张艺谋说 赵丽颖一进片场戴上耳塞 不和任何人说话 连导演都不搭理 一开始以为赵丽颖就是不爱说话 后来才知道她是在带入角色 以至于大家都习惯了 扮演听障人士的赵丽颖 高夜说看了赵丽颖的表演 发自内心的心疼 发现她会说话时感觉特别不适应 雷嘉一还被会说话的赵丽颖 吓了一跳 全身心地投入角色 让赵丽颖真正抓住了聋哑人的感觉 彻彻底底将好秀萍这个角色眼火了 回看赵丽颖这些年作品 不难发现 赵丽颖在演员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她没有沉浸在古我剧带来的红利中 而是尝试转型 挑战各种类型的作品 幸福到万家风吹半下等作品 都证明了赵丽颖作为演员的可塑性 宁静更是在节目中毫不掩饰 对赵丽颖的欣赏 她天天都是很刻苦的 努力地在做她自己的演员的工作 就让自己发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